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它哲学的东西显得太空了 这个理论性太强 因为它中间就抽了一句话 它不像中国的故事 我觉得不像中国的故事 风声演绎让真正我们内心中生命内在的东西 能够自己会产生联想 因为那是我们熟悉的东西 也是我们自己本民族留下来的 如果有轮回转世的出现 其实呢 里面就包含着我们自己的曾经 我们自己的曾经 如果因为从轮回转世上说 那它就 如果轮回转世存在的话 那叫六道轮回 那还有畜生道 什么道都有 所以你像宋英杰的儿子 几年后直接上他们家 十年前死了 几年后直接转生到他们家 用人的时间上说 可能对他而言 就是一瞬间 那不得了的 那个从他转生的 那是他的魂没魂魄转过去吗 魂转过去了吗 那魂都没受罪 就转到那头去了 那家伙不得了 那个人不得了 那个孩子 他没去畜生道 对吧 没去 那如果六道轮回 那奖就多了 所以里面 简单的一件事情 它揭示了一个 与我们每个人生命相关 相关联的一个生命的关系 一大早有个朋友留言 国内的 说涛哥 我现在可以管你叫师兄了 说为什么管你叫师兄呢 说没事就跟您聊两句天 原来呢 最开始听您节目 觉得非常有道理 从生命的道理上 哎呀 听着真有道理 他现在呢 在听呢 从他开始 大概成为真正成为师弟 三个月 三四个月 他说 哎呀 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一言难尽 我节目中讲了 我说 如果你真觉得 认可我讲的 你觉得讲的是那么回事的话 我说你 成为我师弟师妹呢 你就不看我节目了 因为 你会看到你自己的伟大 你看到你自己的珍贵 有个朋友留言说 涛哥 这个 有师父真好 有师父真好 我觉得 在这一份 就这一份感悟 就像 我形容说 就像我们做梦一样 哎 那是真 对于我们个体者 那是真实的 但 却在 人世间 你不能跟任何人分享 所以 我们的肉身 是一种隔离 隔离了我们 每一个人的 真实生命的一部分 哎 道家里说 叫反本归真 师父讲过道理 我能 现在能理解的 就是说 突破了我们隔离的 每一个人肉体的 隔离的这个层面 你夫妻 也叫形式上的 接触式的结合 对不对 你不是融为一体的结合 人形容 那写在书里的 写爱情 写成的 说融为一体的 他是他恨不得融为一体 是他融不了 老想融 他不就 就那样了 是这道理吧 你不用想歪了 有些朋友可能想歪了 我说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身体 跟另外一个人的身体 每一个身体都是独立的 完全是隔开的 他不是水乳交融的 不是 那是形容词 因为达不到 所以要不然怎么叫文学 文学里面加入了很多 在我们生命的另外一面 是可以能够达到的 但是呢 被隔开的 所以因为我们生命 另外一面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他就变成了 他能想象出来 什么意思 谁也没见过 魂长什么样吧 谁也没摸过这空气长什么样吧 没有吧 那空气长什么样 有一个东西能够 你比如说热水 在冬天有人拍过这片 农冬的季节 烧了热热的水 你往上一泼 那个水气出来了 他就出形了 我说的是这意思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有形状的 如果他没形状的 你为什么感觉这风是呼 呼 呼 那他要没形状 你不会感到呼呼呼的 只不过我们肉眼分辨不了 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灵魂 他对我们肉身而言 就是无形的 那他们之间是能够水辱相容的 可能是啊 这个我们只能站在我们这个有形的 不可相容的肉身上 去讲自己生命的另外一遍 所以正是因为有那一面 那文学作品中才能创造出那一份感受 用那本来生命的高的一面 去形容生命第一的一面的爱情 就说这意思了 所以那个朋友写那段话 我个人挺感触 他就没再往下写 他说希望有回复 这个感触蛮深刻的 他的感触肯定不是我的感触 但他的感触却有着 你与我的感触有着更共同的动力 否则的话我不会说出来 如果你成为我师弟师妹的话 你不用看我的东西 你知道在师父的呵护下 你自己生命的珍贵 那结果人说不看 说这个苏格拉底没进 然后昨天我就想 风神演义因为讲的差不多了 讲这么长时间了 剩下就开板 咱真的讲正经八百 我这两天试试 怎么能够做出来 就是做一个环境了 那环境 那风神演义要讲三百集的话 我觉得他一共有一百讲 一百讲每一集 每一讲不得讲三集啊 没准啊 有的可能只要一集 有的可能一集里面 就是他一讲里面 可能我们得出四五集 因为里面故事太多 包含的故事太多 我就刚才随便翻了一下西游记 哎呀 很少 因为太早时间看了 太早时间看了 西游记开篇 讲的是天干地支 讲的天干地支 跟人中的生命文化 讲的天干地支 怎么来的 天干地支怎么来 子丑淫谋 子完了什么 为什么是丑 丑完了 为什么淫 淫完了某 叫子丑淫谋 他一直往下走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转一圈 我还搞不懂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代表什么意思 丑一圈 每五千四百年 为走一个小圈 就是 子丑 五千四百年 丑淫 就大概是这意思了 看 得那个 得看明白了 就是这么 这么一个圈 是五千四百年 五千四百年 是一万零八百年 为一个整合 所以 他就出了一个 如果整年算来是 整个算来是六个 因为十二地支 我就草草这么看了一眼 可能稍微不太准确 所以里面就出现了 他讲了 日月星辰为四项 水 水山 水火山土 什么 为五行 不是金木 他不是用的金木水火土 他不是用的金木水火土 他是用的另外一个 然后最后讲到了天地人 人寿秦 人寿秦 对应着天地人 他是这么说的 人寿秦 对应着天地人 那偷开篇 如果要讲起来 可能查点资料的话 是蛮有趣的 有些人把这当成迷信 我看到人寿秦 是天地人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在这个 在这个 《西游记》里面 讲的取经的故事 故事 九九八十一难 全是妖怪 好像全是妖怪 胡黄白柳 哦 全是这些 而这些对应着 他里面说的 人寿秦 他里面对着 人寿秦 而天地人呢 道家说的天地人 那《西游记》里 讲的是佛家 两本书 一个以道为主 一个以佛为主 却讲述了 一个是叫什么 有人叫什么 外道传 外道传 讲的是风神演义的 内道传 讲的是《西游记》 非常有趣 一开篇 太长时间 那我都想不起来 看那《西游记》 是什么时候看的 所以现在演《西游记》 都看谁演《白骨精》 跟那个风神演义里 谁演的是妲己 大家立足点 都是 都是往那儿去 所以我个人觉得 是蛮有趣的 应该是很有趣的 如果讲《西游记》的话 可能会比风神演义 更有趣 但它呢 因为它更个人 可能大家感触上 会跟我们个人相关的 我不知道 我得太陌生了 稍微看一下 因为它上了一段 就讲了一个地支 然后就讲出了 叫四大洲 地球是四大洲部 而它要讲的是东洲部 东土 然后在紧接着它 就到了花果山了 但是现今的环境呢 它里面提到一个关键问题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五千四百年 五千四百年为一圈 最基本的一圈 中国文化 五千年 古埃及文化 四千五百年 两河流域 四千五百年 古印度 四千五百年 古希腊 也是四千到四千五百年 在 在这个 苏格拉底 是公元前两千五百年 对不起 什么公元前 就现在两千五百年 公元前四百多年 跟释迦摩尼佛的年代 差不多 但是你如果你查古希腊的历史 它的神话故事 同样接近 完全一样 一个圈儿画完了 一个轮回画完了 将重新开始 这是五千年的大轮回 所以处在一个五千年末端的 将结束的人 看待自己的祖先 就叫神话 但搞不好 那是我们自己 搞不好 那是我们的自己 因为时间的久远 我们遗失了 遗失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今天更自私了 更狂妄 更远离了自己的灵魂 而那你当然无法站在一个 你的肉身上 你就无法追回到 自己的灵魂所在 可是相生相克 如果在这个氛围中 还能回归到自己的灵魂的真实 真相 那是 那是大造化 大福分 那其实在我个人眼睛里 我觉得也对应着 弥勒佛的出现 弥勒的出现 或者说 弥撒亚的出现 弥撒亚出现在 旧约中 弥勒呢 是透过佛祖的话讲 而旧约的时间 跟我们通常说的 叫什么 风尘演绎的时间 是一样 具现在三千五百年 三千三百年到三千五百年 而古希腊的很多故事 也是这个时代 而这个时代 是有文字技术的时代 流传给今天的人 而再往前的一千五百年 没有文字 为什么 不用文字 你想过没有 不是那书笨 是那书不用文字 语言格列了人 他相对被人用的语言 相对是低档的 白话文废老了近了 文言文一个字 白话文写三百个字 解释这一个字 笨蛋 那是笨蛋 那是真正的笨蛋 今天更笨蛋 全都用爱风打 提笔汪字不会写 到处都是 你看现在在写毛笔字的 写什么毛笔字 拿十个肘子 指头 马上一划就完了 哪有写毛笔字 有写的也是狂草 那天我看见一个 写毛笔字的一个女人 拿下身写 一个男人拿下身写 那是有视频的 那说那叫狂草 那要是人才怪 我跟你说 那要是人才怪 旁边看的人 我跟你说 我都不好说他是人 有这么糟蹋自己的吗 人能那么干吗 光天化日之下 所以我以为 从时间上讲 如果这五千年 这一圈撞回来了 去应对着 米勒的出现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 当然在现实环境中 在川普为代表的 贸易战中 把中共打的是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昨天我说了期节目 我们提到说 石油的问题 中共投降 在习近平在与川普的对赌中 把中共的所有的底牌 全亮出来了 对赌中啊 把底牌亮出来 亮出他的不堪一击的 真实的状况 那石油 没有任何其他地方 能代替美国石油 所以在惩罚项目中 他最后清单中给撤下来 结果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能够代替美国黄大豆 那在贸易战中 对赌中的重磅武器 全都完蛋了 所以习近平的对赌 客观促成 造成中共实体 国家实力实体的大曝光 什么都没有 不堪一击 不堪一击 今天早上出了个故事 大家知道在这个 在这个 7月6号 7月5号到7月6号 习近平开始跟川普对赌 就是贸易战正式开打 对相对应对赌的过程中 第一批货物是340亿 而中国列出对赌的货物当中 在340亿的货物中 大豆是主要 因为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 大豆大概是140亿美元 还是140亿美元 是120亿美元 180亿美元 占了美国大豆产量的三分之二 在对赌的 在这个贸易战开打前的时候 有一艘船 从美国运的大豆 奔大连港去了 那这条船叫飞马封号 开足了马力往港口赶 很遗憾 他没在7月5号赶到 他在7月 应该是在7月6号的下午 大概是7月6号的下午 三点多赶到 到了之后 当时因为美国在7月6号的零时 即刻开战 零时一分 即刻宣布 340亿关税清单当中的产品 将征收25%的关税 那给中共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整个贸易战 完全习近平是误判 完全是误判 在完全误判的背景之下 他没想到打 所以当时的中国出现状况 没有在对各个港口 没有结果 不知道怎么应对 没有结果 所以这艘船是在7月6号 北京时间7月6号下午 大概三点多来到了大连港 实际他按照一个时差算的话 他只晚了 他大概只晚了三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到三个小时 他没晚多少 因为北京时间早吗 所以美国的时间是7月6号零时的话 当时北京时间是7月6号中午12点 他是下午3点 没晚多少 那但是港口不敢让他进了 就因为没有命令 就给他挡在大连港外 这一挡 等到了估计夜里的时候 才明确说要对赌 这一挡就挡了一个多月 所以他叫飞马封号 据说在国内很有名 有人说这是假的 但是我知道这好像不是假的 这根本不是假的 那结果在今天凌晨 这批大豆进入了港 进入了大连港 卸货 今天是12号 他原因就是 在国际贸易 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当中 农产品运出来之后 不能再返回出口货 是不能的 而且农产品不能够 把它倒在海里面 还有人说倒海里面 它是不能的 这批大豆价值2000万美金 2000万美金 他说有7万吨大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中国储 买家是中国储备粮 中国储备粮管理公 管理集团 结果今天就接收了这批大豆 向国家交受了 上交了600万美元的关税 25%的关税 这就促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 荒谬的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故事 中国储备粮集团 那肯定是国营的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征收自己公司 自己600万美元的关税 这是一个很大的笑话 而更大的笑话 是在关税开打之后 7月23号 国务院突然要求 国务院突然去下令清查 储备粮库 7月23号 他清查储备粮库 跟贸易战之间有什么直接关联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当时我们只是看到那个消息 而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说 朋友们在推 在这个 推我们在这个网上这么说 说坏了 这个粮库又要着火了 而我当时的体会就是 贸易战 中国拿出来都是吃的 往嘴里放的东西 粮食 美国人拿都是放在 小USB SD这个新卡里的东西 纯粹两码事 对不对 你吃的东西 你这不是拿自己砸牙花的吗 那他查储备粮呢 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要打贸易战 但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粮食 结果在几天前 各个媒体都在报 中国国务院7月23号 发布大清查全国存粮命令 随即 在黑龙江的林殿 河南的郊座 江西的桂西 吉林的大通 都发生了粮库火灾 他说叫 而这种火灾是连续性失火 连续性失火 他说当局否认是跟 躲避清查存粮有关 但让人们 依然让人们值得非常怀疑的 那老百姓开玩笑就说 储备粮都烧完了 那老百姓真的要饿死了 各自有各自有各自的说法 各自有各自的目的 那粮库并没空 粮库本身没空 但是他着火最大的特点 他里面讲了 着火最大的特点就是 全都把存粮烧了 全都把存粮烧了 但烧不死人 没有任何人上 为什么 而属于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的 两地粮库失火 包括黑龙江 黑龙江的林殿和江西的贵西 都否认与查粮有关 而恰巧的是 这先后被火烧掉的粮库 都只烧掉了存粮 没有任何人伤亡 进口大豆的 交了600万美元关税的 是一个公司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些人 这些基层官员 听局级以下的官员 不玩死他习近平 对不起他 不玩死 今天党中央 对不起他们 有本事你去看粮去 你要让我看粮 我要不偷那粮食 马无叶草不肥 我不偷着卖这粮食 我上哪挣钱 你装什么大个的 他肯定骂的 你查我粮库 这粮食 这账面上 有一千吨 实际 只剩下这三百八十吨 烧了他 你查吧 把粮食烧完了 你查 查 你查什么个你 对吧 那只有烧了他 最好使 是不是这道理 有个沈阳的朋友 他前一段回家了 回家回来呢 他说一段故事 他弟弟是当小官的处长 骂他 他说出去喝酒 吃饭 让他弟弟最感到害怕和吃惊的 就是 平常不显眼的人 平常不显眼的人 酒一喝多了 他有一千万 他也有一千万 那有两千万 那有三千万 估计他弟弟也有个上千万 他说他弟弟就害怕了 怎么也不理解 这个人怎么能挣两千万 那个人怎么能挣一千万 他的工资也就万八千的 不知道这钱怎么挣 那粮库大了 对不对 你看他一传粮食进来 七万吨 七万吨跟六万吨 你说你怎么分吧 你这眼睛怎么能看出来 他一定是有规矩的 对不对 那粮食挣起来 那是实打实的 你得有地方放粮食 中间空了 你看得着吗 弄几个仓 我不知道他怎么存粮的 一盹子一盹子 几个盹子是空的 那有五百个盹子 几个盹子是空的 有一百个盹子是空的 你知道吗 谁天天去查那粮食 我鼠粒 不可能啊 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讲 不玩死他 对不起他 放心吧 这个体制 就会让所有人玩死他 P2P 投资人喊冤 但投资人是贪 这个体制营造了一个贪的概念 那政府也是贪 官员也是贪 庄家还是贪 大家都生活在贪子里 你喊什么冤 你是放债人 你要挣别人的钱 对不对 P2P嘛 你要挣别人的钱 那你贪自为先 利益至上 谁有本事谁挣钱 今天他把你疯了 人家把钱卷了 人家比你有本事 因为你的生命理念促成了 有人说政府得负责 没听说投资政府负责的 没听说过 有人说那不成 中国一切都是中国 卖茶叶的 你上北京 你看那卖茶叶的 台湾的生意的 里面挂着什么 我记得当时我看到李鹏 贾庆林 后来那些陈希东完了就不挂 江泽民挂他的照片 这当地开了一个包子铺 狗不理 进去就是习近平狗不理 吃包子 李克强狗不理 范冰冰狗不理 他进去就是范冰冰狗不理 范冰冰狗不理 习近平狗不理 那李克强狗不理 他就放在门口上 明天如果天经狗不理 因为卫生原因给查封了 那投资他股票的人 上他们家要钱去 还是找李克强要钱去 还是找习近平要钱去 还是跟范爷没完 你们家就喜欢这东西 家里塑造的价值观 就这破东西 这挂狗不理的 挂习近平狗不理的 挂的像的 有多少玩P2P的 给P了的 那你拿照片 狗不理的照片 上他们家找去 这个制度把人毁了 就造成了恶性循环 圈到圈 那这里我说的 这同一家公司的 两个粮库勺了 然后这头又交六百万 进口了这个 进了这批七万吨的粮食 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故事 这是什么故事 储备粮集团 玩死习近平 两头吃 这是一项 这是一个故事 对不对 那整体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中国不得不收 恢复收购 购买美国大豆 纽约时报早在7月10号 就登过一篇文章 说贸易战中的软肋 中国大陆 进口美国大豆 这是它的软肋 后来呢 在德国汉堡的一家叫 油脂分析机构 油世界 8月7号说 中国可能不得不在未来几周内 再次购买美国大豆 因为它无法供应足够的大豆 以满足中国自己的需要 那路透社对进行了报道 他讲说 在贸易战正式开打 但是呢 中国是美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 大豆进口国 他一直寻找其他的大豆产地 特别是南美 但南美大豆出口量却在下降 从整体的平衡来讲 中共对美国大豆征收关税 是极其不明智的 因为美国大豆被短 那中国市场大豆出现了严重的缺口 那里面就讲了一大堆 因为所以 一大堆因为所以 所以这是我们节目中一开始讲 你要吃饭 你需要这些大豆 你把自己脖子掐了 说我要干死你 那川普就乐了 我没见过这么玩命的 说玩命的人拿刺刀扎对方了 也没有拿绳勒自己的呀 而在拿绳勒自己的时候呢 自己的两处公司 还往肚子上踹 那么你怎么把肚子撑这么大 全给他储了 拿刺刀储了 这就是今天 那大豆跟石油 是美中美贸易战中 中国的锐利武器 而这两项锐利武器 却是中国自己所必须的东西 所以就出现天下最愚蠢的事情 出现了天下最愚蠢的事情 那在这愚蠢的事情本身上呢 包括习近平团队的整个的 他叫习近平团队的整个的误判 经济人杂志 英国的 昨天的报道 川普团队完全 对不起 习近平的团队完全误判了川普 他们过分相信美国财长 把责任放在美国财长身上 美国财长是带队谈判 美国财长基本上是他整个带队当中最弱的 就是最亲中的 最温和的一个 商业部长罗斯相对辞职 那剩下都是强硬派 但是在他的报道中呢 他是这么说的 由于从错误的美国人那里 获得了建议 对川普产生误判 误判 以为能透过战术性让步 就可以收买川普这个生意人 跟我们大家说的概念一样 用钱买女人的方式 去应对川普 畜生都不如的做法 今天最上层的人 也是用钱买女人的方式 这里不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我说的是这意思 这些土流氓都不是的家伙 想一想在他的地方 对待女人的粗暴的方式 所以我说 今天大陆的男人 个个都赛过李连英 太多了 特别是有权的 李连英是被咔嚓过的 他全息全眼赛过李连英 这是流氓下流 龌龊肮脏的做法 而偏偏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他认为在生意人只认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所以他行驶的一套 全是腐败贪婪的一套 完全用他贪腐的一套 在应对一套 他其他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山寨 就是那个 没跟你说吗 我也有钱 山西的窑主 煤矿主 说买车了 看车磨了 多少钱呢 车磨说我不买 你不买 我连你一块买 多少钱 加价吧 就这个 9号发表这篇文章说 川普私底下对习近平非常友好 但他的团队却错误的认为 做一些战术性让步就可以买下川普 而中共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手法安抚愤怒的外国人 偏偏川普在内外当中他应对的概念呢 是以神的概念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他是个真实的人 共产党共产党人有钱 但共产党人就独不懂钱 共产党人有钱 却是个最酸的人 最下贱的人 为利益至上者乃下贱也 龌龊也 肮脏也 那他的下贱 他的龌龊 他的肮脏 却来自于他要跟党永远走 来自于共产党生命本身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对吧 那他对生意人的做法 就跟那个警察去查窑子铺 去查那些女孩子 然后一定把女孩子四样八岔给他拉开 在抓住人嫖娼的时候 不让人家穿上衣服 而故意赤身裸体的在那记笔记 一样的 完全一样 那警察带着国徽呢 这警察他就这么回事 表现出他的敬意 表现出他的那种敬业和他的权力的精神 真正透显出是高级动物龌龊 没跟你说吗 李连英是没加码事的 娶了四方媳妇 你们这些臭男人是有那加码事 却表现出非常正义的龌龊的肮脏的家伙 所以让我想到在当时成都重庆 那叫什么八秒钟 一样 确实是一样 所以他反衬过来在大陆的很多女孩子 为什么去给这些男人们买绿帽 一脉相承 太多的家庭遇到同样的事情 这些都是说不出嘴的 但都是来自于你生命上的缺失的 来自于你生命上的缺失的 你说不出嘴是因为你太想干 但你又胆小 就像那警察去抓嫖娼的 让两人都光着身子在那记笔记一样 那警察太想扑上去了 但是他一定在那儿媳妇大度装孙子 那副装孙子样大了 对吧 你看他那个低了那女孩子 然后俩儿低了脚俩儿低了腿 低了他这么低了他不敢看 他这么低了他 自卑者必自负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崩溃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完全崩溃的社会 对不起啊 有朋友不太爱听这些 你要知道 只有这东西 今天所有人才听得懂 你才看得明白这些社会 其实很多不爱听这些话的人 他自己也有类似的心态 我没说全部 类似的心态 对吧 肮脏的心理 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 就像我说的 其实那些做不好事情的女孩子 这地方在我眼睛里是黑的 这脸里面是黑的 碳粉的 你看中共的男人出门都是这样的 捂着后腰 胜亏啊 装什么大个儿 没用的 那个开车的后头 司机那座 后头那个顶着那地方 得这么顶着 那么顶着 那么柔着 那么顶着 没人家 你知道坐司机的以后 坐汽车的 在那后头应该弄那个电动的按摩器 深更半夜回家的男人 他都得开车回家呀 刚淘完气 很需要的 那车肯定好卖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现在只是调动他那个位置 你瞎着 你按那小电动器 那肯定容易按 这按个电门就行了 对不对 电不死的 没事的 很累的 工作很累的 一样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在对待川普的时候 用了同样的 小流氓的做法 用钱买 没买成 习近平和他的幕僚 在今天春天 在北京一场招待 外国领导人的晚宴中 很自信的预测 中共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 不会升级 因为美中两国 都会有太大的损失 而对于川普的威胁 他们认为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他看不起川普 有钱人都看不起别人 用钱 所以大家知道 用钱能买掉的 他一定骂你是孙子 一定 这是今天打路人的特点 你踹死他 能憋死他 而偏偏今天利益之上的人 贯穿整个社会 所以你看看这篇文章的态度 你如果你是P2P的 投资者的受害人 人家当官的在乐死你呢 说什么小样的 老想挣钱 不挣死你 你还找政府喊冤 他就是干这 他就是这么强大 你喊着祖国的强大 你看着祖国的辉煌 就是这么干 所以到处找灭绝人性 家家都在灭绝人性 和被灭绝过之中 家家都坐着灭绝人性 和被灭绝人性的过程中 另一批知情人讲 习近平团队 从错误的美国人那里 获得了建议 而这错误的美国人 都是与中国有着很长时间 往来的商业巨子 是 你看他罗列的 这个王岐山认识的人 全是民主党的人 全是生意人 全是在他习近平团队里认为 用钱能买掉的人 那是人吗 用钱能买掉的是人吗 用钱中国能买掉的话 你要媳妇干嘛 哼 花钱能买的女人 你信吗 花钱买的男人 你不玩死他 你不玩死他 你这个钱糟的了 这是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 所以这点上说 五千年这一圈挂完了 五千年这一圈挂完了 因为人间竟是鬼了 是人鬼妖 西游记里说的 人鬼妖啊 都放在一块了 所以想想文化是 真正的文化是通的 西游记开篇第一页里面 就讲了 最底层是人鬼妖 米开朗基罗的大审判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很奇怪 那妖啊鬼啊 炼狱啊和人 为什么在一层里头 触及到人的生命 真实的说 大家认知是一样的 没有地狱的差距 没有文化的差距 没有宗教的差距 没有肤色的差距 傻帽才盯在这上 这只是人 生命中的最后的一层 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部分 他们还提到 该团队太相信 太过相信川普的助手 比如说 财长 南华早报10号说 北京几个月前 宣示对美国针锋相对的报复时 就已经误判了 因为这不是低估了川普 在贸易政策上的决心 就是低估了华盛顿方面 反共的情绪 今天北京所有人应该明白 局势艰难 必须改变战略 那这马云挺神的 南华早报说 他北京应该认识到 今天美国人对他是反共 那要改变策略 怎么改变 放弃共产党 对吧 那你怎么改变 香港01 中国误判川普 必须改变策略 那我就不知道 这说给谁听的 香港01是替习近平讲话 马云也敢这么讲 马云也敢这么讲 真正的 北戴河会议的最终的结论 还没出来 贸易战没有任何和解 英国媒体爆料 中国误判美国 同时获取 建议的渠道有问题 他讲的是同样一个内容 但他的 我们看他的报道手法 华盛顿邮报 他引用华盛顿邮报 美国博钦 国际律师事务所 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James 川普继续对 将中共逼入死角 使得北京不得不用同种方式回击 现在没路了 但川普不给中国留脸面 回到谈判桌子余地 继续加码 要在公 川普实际上在公开要求 北京无条件投降 会逼死他 当北京放弃了原油的 这个惩罚的清单 当北京接收了大豆 自己交纳自己六百万美元的关税 而购买这批大豆的公司的粮库 在政府要求在李克强要查粮库时 都给他烧了 内外玩死习近平贸易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这是我们刚才说了 误判川普 然后提到说 在晚宴上习近平和他的助手 都认为贸易战不会出现升级 那这都是一种 这些完全都是一些误判了 他讲的完全就是误判了 然后提到南华早报10号刊文 那在有关相应的内容上 他说低估了北京反共的情绪 在香港01 他不用反共的字样 他叫低估了建制派内部的反华情绪 这就是香港01的作法 人家是反共 从来没反华 所以他在替习近平讲话时 有着他自己的 有着他自己的做法 有着他自己的说法 有着他自己的目的 但是呢 即使如此支持习近平的人 就是替习近平讲话的人 都在同样也在客观 坦诚现在面对的局面 无路可逃 无路可逃 那如果朋友觉得这期节目 对朋友有所启发 觉得从中有所受益的话呢 那石涛非常感谢 朋友们送给石涛的咖啡 就像有朋友说 涛哥是为了活着吃饭 那为了活着吃饭 这是苏格拉底讲的 我个人 就我个人来讲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 怎么说呢 你完全可以这么说 你也完全可以 从那个角度去理解 那我个人更 更简单的一概念 人生做一件事情 做成一件事情 就不错了 很多朋友觉得 其实已经很不得了 但做成这件事情 是需要在其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包含着朋友们之间的 缘分的过程 跟其他的概念完全不同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以为包含着 你我他的缘分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